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换了三个成长 谁都不愿意来 所以我只好来了 能不能去驾驭 这样的比较糟糕的局面 到底能不能行 心里没有别 不良网带来这个成绩 太剧烈了 突然就给你 而且是巨变 海尔为什么要做 如此大的变革 海尔文化 每个人都认 就是自以为非 而不是自以为是 要终取成为先驱 不要成为先驭 在伦敦金融城里的 一位66岁的中国企业家 入选2015年全球最具影响力 50位管理思想家榜单 并获得最佳理念实践奖 他的名字叫张瑞米 他所带领的海尔集团 正在探索一条传统制造业 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之路 而他所采取的激进方式 充满了变数与挑战 对克里曼宪宗所说的 管理上没有最终的答案 只有永宏的追求 我们现在追求 就是颠覆传统的管理模式 建立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模式 我们现在正在探索 别人没有走过的一条路 所以是非常艰难 所以现在我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他们都认为 这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这是不可能做成的 但是今天这个奖给我引起 给我信心 我想我一定会做成 张瑞民口中艰难的改革 究竟是什么 他为何会引起西方管理学界的瞩目 成为唯一同时获得两项殊荣的 中国企业家 登上德伯拉大厅的领奖台 全球企业家没人做到的事情 张瑞民可以做到 哈尔文化呢 每个人都认同的 就是自以为非 而不是自以为是 不断地挑战自我 战胜自我 高企业呢 我觉得我的体会就是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个我高企业这么多年呢 就是四个字 胜者为王 不是胜利的胜 是胜下的胜 对于做管理 张瑞民始终心怀敬畏 在他的办公桌旁 一直放着两张自我警示的图片 一个是财富杂志的封面 企业为什么失败 另一个是拉里唐斯的作品封面 上面写着 大爆炸是颠覆来袭 小心你会是下一个 虽然海尔集团从2009年 就超越了世界家电巨头 惠尔普和LG 一跃成为全球白色家电 第一品牌 虽然他们在2014年 成为中国首家年营收 突破2000亿元的家电公司 但是张瑞民 始终轻松不起来 因为他正在带领 这个上万人规模的 传统制造企业 探索着互联网时代的 转型之路 互联网带来这个成绩 这个太剧烈了 突然就给你来到了 而且这个是巨变 而且是倍数的这种改变 我问下面的那个专卖店 他们说他们感觉到的 第一波冲击是国民送金融乐 第二波冲击就是现在的 这互联网特别是电商化 电商的改变 一开始还没觉得怎么样 那后来他这个 一下子把实体电的这套传统 都给你冲击了 都给你颠覆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内部呢 原来也是要推进这种 什么自主经营体勒等等这些 这个在推的过程中 碰上这个互联网的冲击 所以你必须加快 有的时候打个比方说 你等于是你上到一层楼 底下一层楼梯子撤掉了 你只能再往它上 你不可能倒回去 是吧 而且你要加快速度往上 边破边立 所以现在就破的速度要加快 立的速度也要加快 所谓边破边立 是指海尔正在进行的一系列 应对互联网挑战的战略调整 其中难度最高的是 组织结构的彻底颠覆 古典组织理论先驱 马克思韦伯提出科层制 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正三角结构 普通员工在最下面 领导在最上面 这种组织结构 差不多统治了全世界 200年的工业经济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海尔正试图彻底颠覆它 建立一种高度扁平化的 网状组织结构 海尔实际上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我把它叫做组织的1.0 组织的2.0和组织的3.0 组织1.0就是正三角结构 2.0就是它把正三角变成了倒三角 在倒三角里面 谁在最上面呢 就是员工和顾客在上面 做任何事情必须以用户为中心 为用户创造价值 同时我们必须让一线员工为中心 让他们来去调配资源 后方的这些领导者最后就变成了 资源的提供者和支持者 那么海尔并没有停留在2.0时代 它又往前又迈进了一步 组织3.0正好迎合了互联网时代这种开放 实际上现在海尔 大家都知道在海尔有员工有两种 一种叫在线员工 一种叫在策员工 在线员工就是跟我本身没有什么劳动关系 但是为我所用 在策员工就是有劳动合同关系 实际上你正是看到 海尔已经把这个组织的边界打破 打破它就变成了这种开放式组织 你不是海尔的这种在策员工 照样可以进入海尔整个平台来创业 组织的边界通常有三种 上下级之间有垂直边界 各部门之间有水平边界 另外还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外部边界 海尔试图打造的是一个从倒三角形结构 变为网状结构的无边界组织 为此张瑞敏打破了原来的事业布置和层级结构 将八万名员工分成了两千多个自主经营体 倡导全员面向市场寻找客户 每个自主经营体都有用人权 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 相当于虚拟公司内部创业 同时海尔还鼓励在此员工与外部合作伙伴 成立具有法人性质的小微公司 要自己承担创业失败风险 张瑞敏将这种方法称之为 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 我们叫做人单合一双赢战略 所谓人单合一双赢战略就是人是什么呢 人就是员工 单是什么呢 单就是用户的价值 能不能叫每个人和他的用户价值连起来 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用户 像我们企业里头几万人 然后每个人要找到他自己的用户 这个很难 比方说有很多部门 他就说我有什么用户 比方说财务人员 他说我就是记账了 按照西方财务管理的这个原子 就是两个字 合规 我只要合规就行了 我管理是怎么个事 我知道用户是谁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们现在就推进这个 推进这个呢 所以哈尔的财务部门 它70%的人员 已经不是财务的核算人员了 这些财务人员都要融入到一线经营体 融入到它的这个小微公司里面 变成了财务专家了 帮助来分析这个市场前景啊 盈利状况啊 而且呢这个底下的这小微公司 和自助经营体呢 对财务人员还有选择权 不像以前财务人员你没有选择权 是我外派给你的 因为那个是以监控为目的 你如果变成以支持为目的 那你只有有能力的这些财务人员 就或者叫战略性财务人员 底下这些小微公司啊 自助经营它才能接受 所以哈尔的这个管理模式 它不是单点作战 它是一个系统作战 从财务上 包括它的人资源上 战略层面上 就这些智能部门 都做了一些很大的专心 这种颠覆 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前无古人 为了找到学习的样板 张瑞敏曾专程到美国 请教过著名管理学者 加里哈木尔 对方回答 我走访了全世界很多公司 还没有大公司这样做的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安德鲁西尔 则更直接地问过张瑞敏 这是不是一场赌博呢 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 你不可能印准那条路 你说都归零再重新开始 那你还要这个路就 它本来这两条路是个平衡线 对不对 你全能结合这个结出 你不能从这条线停下来 直接切过来 再过去 你要逐渐逐渐挪不起 这个是最难的 对不对 而且是带着千军万马呀 是 它还不是说就是很少 你利润你又不能下来 对对 你有的时候就是矛盾嘛 你那个我们下面也反应 那你就要用心的办法 你这个旧的那种传统的渠道 我不用的话 我这个利润就出不来 这很是现实的 这太现实 那现在呢 他已经是65岁的一个长者了 让我钦佩或者说 更加钦佩的 我觉得还是他直到今天的 这样的一种 完全把自己放在 归零状态下的一种探索精神 而这种探索精神呢 它其实也并没有标准答案 也没有可以学习的样板 完全是凭着自己的 这个对于时代的企业的 这种理解在往前去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这种自以为非的探索精神 其实就是海尔变革的一个 很巨大的一个动力 这一场颠覆式改革 必然要动很多人的奶酪 最近几年 海尔已经从八万多人 主动瘦身到六万人 这无疑是一场坚固卓绝的战斗 张瑞敏将这次改革 用八个字盖过 自杀重生 他杀淘汰 我认为百年企业就是自杀重生 你不能自杀 你就被他杀 被谁杀了 被时代所杀 这已经不是张瑞敏第一次面临企业的 生死抉择 这个企业当时已经是 算是烂到底了吧 甚至有的人在车县里 是水利大小便 其实现在的军事会是非一所思统 把人的素质如果提高不起来 你再好的全面质量管理的 手段和工具都没有 当时84年那一年 有三个换了三个厂长 谁都不愿意来 因为这个企业当时已经是 算是烂到底了吧 这是海尔的前身 青岛电冰箱总场 1984年 已经35岁的张瑞敏 临危受命 出任厂长 84年的时候 亏损资不抵债 说负债147百 800个人 当时可能要到年关都发不下来工资 你当时有没有从管理上去想过 自己能不能去驾驭这样的一个 比较糟糕的局面 并不是我愿意来 是当时没办法 必须有一个人来做 至于到底能不能行 并没有底 心里没有底 他上任后得到的第一份请示 就是53人的请调报告 他发现工厂不仅人心涣散 而且员工们也很少按规矩办事 对此 他颁布了13条管理军规 其中甚至有 不准在车间里大小便 当时最重要的 能不能把人心凝聚起来 这种凝聚人心 你给他讲大道理了 可能都是使人看不到 所以当时就要抓 从劳动纪律 从当时最混乱的状态 叫大家先收起心来 比方说 甚至有的人在车间里 都睡了一大小便 其实现在听起来 或者非议所思 但是实际上并不难理解 因为那个工厂就一个厕所 而且下雨天的时候 你没法走到厕所去 所以就根据这些实际情况 制定一个13条 有违反的吗 对 制定了之后的 大概是第二天 就有一个人到车间里 偷了一箱子的零部件 好像他上午就出现了事 在中午吃饭之前 就贴出不饿来 对他一个处理 当然那个时候 计划经济时代 不准随便开除人 只是给他一个很重的处分 所以这个对工人的影响 非常非常大 所以等于是采取这种办法 把大爷的心凝聚起来 为了扭亏为盈 张瑞敏迅速制定了 第一个企业战略目标 名牌战略 拉开了他在海尔 三十多年改革的序幕 他一方面 从德国利伯海尔冰箱公司 引进先进技术 一方面狠抓全面质量管理 1985年张瑞敏怒砸76台次品冰箱的故事 被广为流传 当年的那柄铁锤 如今已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当时扎冰箱首先改变一个观念 就是首先大家觉得 这个可以作为处理品处理掉 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这种观念不改变 第一 今天可以处理76台 明天一定会处理760台 另外一个 进来这个设备 一流的设备一定会干出 墨流的产品来 当然你自己也带头砸吗 不 每一个冰箱铁上一个条 这是什么问题 谁造成的 谁造成的由谁来把它砸毁 这个对大家心灵上的 冲击力非常非常大 这个也是有点像当年松下讲的 造物之前必先造人 优秀的产品是优秀的人制造出来的 把人的素质如果提高不起来 你再好的全面质量管理的 手段和工具都没有 当时是怎么去意识到 用户运是对的 然后相应地去采取措施呢 中国学习的就是日本的管理 其实全面质量管理 当时我认为它的最重要的要害 就是下道工具是用户 用户永远是对的 从1984年开始 张瑞民每七年进行一次战略调整 海尔先后经历了 名牌战略 多元化战略 国际化战略 全球化品牌战略 以及网络化战略五个发展阶段 30年间 大部分跟张瑞民同时代的明星企业家 比如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 在首钢打破国企铁饭板的周冠武 在浙江海盐衬衫场实行奖金制的五星升 他们或者淡出或者退休 而如今已经66岁的张瑞民仍然在为海尔寻找出路 纵观他三十多年的管理变革过程 始终把人的要素放在首位 张瑞民的管理思想 深受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影响 德鲁克曾经说过 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格理的定义 创造顾客 他还说过 21世纪的企业就是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 在海尔三十多年的变革历史中 无论是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 学习美国的六星格马博士 还是张瑞民自己创立的日清管理榜 市场列机制 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等 都是围绕着德鲁克所强调的 客户和员工需求而展开 管理上的东西呢 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学着德鲁克的 永远关注两部分人 外部的用户 内部的员工 当然在每个时期他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 这两部分永远是你的主体 为什么张瑞民能够不断打破常规 变革创新 这与他不断学习的态度有关 张先生以这个读书多而为名 他一年要读一百多本书 张瑞民先生有一个习惯 应该是每年都会到西方的一些 著名的商学院来做演讲 从那些商学院里面的教授们身上 来吸取一些智慧 这就是我们讲的读万件书 《行万里路与万人谈》 我觉得就善于学习 这是我的书房 这是那个凯因斯 马克森 那个三米尔森 是吗 对对 托弗勒这些 但是像这个呢 都是新的了 这些全是新的 互联网经营的 对 互联网经营 因为新关键新思想 从不同讲度的它也多了 这个东西比我们那个 那个很多甚至是研究信息经济 研究这个互联网的管理的都多 这些呢 就是共新的了 这些呢 都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种很有意思 像像这些都是呢 它叫快艺 对 它这个就是 马上翻译出来 还没有再次出版 它不出版 不出版 它翻译出来之后呢 其实也不贵 这都是最新的 很迅速地就能够看到 对对对 你看它还分类啊 组织流程 日企 战略 平衡机分享 第五项修炼 营销管理 目标管理 供应链 它就全部香化透了 吃透了 在学习基础上 张瑞敏常常总结 归纳与创造 比如 1994年他提出 日式日弊 日清日高的管理方法 日清只完成当日目标 日高指日清之后 还有更高的目标 他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 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 日式日比日清日高呢 就是很多事一定要 这句话 这个八个字 说到家了就是要变成例行管理 因为我看那个 德鲁克里有效管理者那本书 当时我那本书 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管理好的企业 没有任何其中人性的事情发生 所以当时我就想 中国工厂喜欢搞运动 喜欢搞得好像是轰轰烈烈 实际上是杂乱无杂乱 所以说到家其实这个呢 等于我觉得管理的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一定叫做大部分的管理工作 都进入到例行管理 例外管理应该是少 越少越好 很多企业学习孩儿的日清管理法 却常常坚持不了一年半载 最后无聊了之 张瑞敏却一直带头坚持着 从每周六高级经理人日清例会 可见一斑 孩儿的周六会呢 首先我觉得有几点非常值得切 第一个呢 他长期坚持不懈 每周六的上午 张先生呢 几乎百分之百就要参加 为什么他要听到一线的声音 第二个讨论是记者问题 在满足顾客需求 在支持意见方面 我们还有哪些机制需要完善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 叫会议之后 还是要有决议 还有一个日清机制 战略部的日清部门呢 就去督促这些工作落实 实际上 推动了整个哈尔的这种 这种执行系统 所以我把他叫做这个日清节奏 我曾经问一个人 我说你怎么评价这个高级经理人会 他说刚开始 觉得挺不适应的 现在参加了几年十几年 就觉得不参加反而想拿了 就变成习惯了 目标明确 坚持不懈 张瑞敏曾说过 企业就像斜坡上的球 不进则退 为此 年过六十的他 仍然带领着企业持续不断地爬坡 他的目标 是让哈尔成为一家互联盟企业 他将亲手缔造的 两千亿规模的企业航母 拆成了一个个小单元 期望充分激发每个单元的活力 最终组成一支航母编辑 很多人并不理解 甚至不认同张瑞敏的一系列创新 编辑的编辑 这场涉及到管理体系 管理制度 组织架构 市场营销和用户交互方式的 系统性变革 究竟能否成功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你希望哈尔最后达到的一个生态 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模式 企业的定位就要改变 现在企业就是一个管控组织 现在就把管控组织 变成一个投资平台 今后我可能是将来和底下这种 底下有很多很多企业 有很多很多组织 不是管控关系 是投资关系 那我在里头可能占到一定的股份 那我可能是占到控股 甚至不控股也无所谓 但是不控股 我也可以像那个VIE的这个概念 通过一些协议来进行控制 对 协议控制 那为什么有控制权呢 就是因为整个的这个企业 还是在我这个平台 平台 品牌 对 平台和品牌 如果没有这个 它这个企业也很难在一起做 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平台化 创歌化 小微化 在这样的这种开放式创新过程中 您到今天为止 您觉得自己特别满意的一个案例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现在还没有 这个永远是明天吧 您觉得目前为止 在海尔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 您的这些变革思维的接受度跟推动力 您满意吗 现在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 就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传统的管理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把一个什么东西做了 它重型了之后呢 马上把它固化下来 固化下来之后呢 大家都照着去做 而且可以复制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 最难的就在这个地方 你又不可能 完全把它固化下来 因为明天可能过一点 又要变化 但是互联网时代就是这样 它没有什么固化的 所以最近我跟大家说 我觉得像英国的那个 提出量子管理学的 那个左哈尔所说的 牛顿思维和量子思维的不同 就在于牛顿就是 牛顿思维就是静态的 而量子思维就是动态的 而且每个能量球互相碰撞 碰撞到最后是可以融合的 可以产生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 但是这个说起来好说 但是做起来 你老是在动态的话 会不会动乱了呢 就失控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对对对 这个很难把握 这个说起来都好说 但是做起来很难 但是我觉得这个探索 其实是蛮重要的 只不过是 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个 要终取成为先驱 不要成为先立 那海尔为什么要做 如此大的这种变革 为什么要付出如此大的操劳 究竟它的目的又是在哪里呢 百事可赖的老总说的一句话 说得很好 如果你想卖一辈子糖粉的话 这样干就不错 但是你要想提高 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素质的话 那你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不管做到什么冲突 可能都很难达到 没有止境的 对 这是海尔园区内的创牌中心大楼 远看楼的正面 像繁体字的门 张瑞敏要告诉员工 如果坚持创新 则繁墙接门 如果不创新 则繁门都是墙 创牌大楼门前的雕塑 是一经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 未及卦 意味着创新之路 永无止境 所有企业都有可能成功的那种 成功的那种时间 它往往是会被自己迷惑掉 到底我为什么会成功呢 也可能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就把它堆到成功的位置 那实际上呢 就是不经意间和时代的结伐 同步 但是你能不能永远 到他们时代的结伐呢 肯定是不像的 因为谁也没有那种 是先言之明 所以德鲁克也说 你不可能引领时代 你只能是适应时代 你要是做时代的企业 对你来讲最大的挑战 你能不能认识你自己 认识外部的时代 跟上那个时代 这个其实是永远的面子 一方只有一点 你身边也认识你 要是永远的面子 就像 estamos那样的 这是永远的面子 復养的面子